5月14日 鸿海AI营收下半年及民营收大幅成长 作者,A大 今天鸿海开出第一季财报 毛利率来到6.32% 比去年第一季毛利率6.04%好0.28% 盈利率好0.01% 税后获利1.59元 鸿海本业毛利率及盈利率好是很正常的 但想要出现税后获利1.59元这种数字 一定就是业外出现损失 鸿海业外稳赚的项目至少是40到60亿 想要让鸿海第一季业外赔到42亿 至少就是需要有某一项出现80到100亿的损失 当初我们把其他利益及损失视为不确定因素 不过这一次是因为夏普打消了中小型面板厂的重大资产减损 认裂了105亿的业外损失 这和去年夏普打消大型面板厂 OLED厂 设备 机器 商誉一样 这是不会影响到鸿海营运现金流的 这样说好了 夏普的面板厂摆在那 每一季 每一年生产出不赚钱的面板 这样每一季除了面板要亏损外 每一季还是要对面板厂 设备 机器 商誉作者就及摊提 鸿海为了加速夏普转型 就让夏普不要再玩面板了 把面板厂一口气打消掉 也不再生产面板了 直接把工厂转成AI资料中心 鸿海已经看到未来两年AI伺服器强劲成长 台积电看到2028年 AI营收能有50%的年负成长 鸿海也是可以选择让夏普持续的生产面板 然后每一季就是赔个几亿元 等于就是慢慢地赔钱 不但生产出来的面板赔钱 每一季 每一年还要去任列面板厂 设备 机器 商誉 这样是不是最好的呢 就是把头埋进土里 反正就是不要出现一季赔百亿的情况 对鸿海来说夏普赔个几亿 那业外还是能一季赚50到70亿 拖到10年 20年 一季赔个几亿 10年赔个100亿 20年赔200亿 如果鸿海想要把头埋在土中 这样做就完全不会让投资人感受到夏普赔钱 但这样的决策是最好的吗 应该就不是 明明就知道面板厂不赚钱 然后每一季要浪费几亿亏损 然后慢慢地去赔10年 20年 不如就是看好AI百年大行情 就让夏普把面板厂关掉 改成AI资料中心 这样一次把账面价值打掉 去年做重大资产减损时 鸿海持有夏普的关联企业价值 还有750亿 打消了200亿后 就剩下555亿 第一季再打消105亿 就剩下450亿 鸿海说夏普这样就变成轻资产了 这也很好懂 这样夏普就不用每一季任列面板厂的折旧 贪提 也不用去损失卖面板赔的钱 当然之后夏普就容易赚钱 鸿海目前在AI伺服器订单又蛮售 就让夏普朝AI产业前进 这样夏普很快就能赚钱了 这是改造夏普最快的方法 去年夏普打消200亿的资产减损时 鸿海第一季财报赚0.93元 隔天鸿海收盘下跌2.5元 接下来平台整理了10个交易日 每天就是小涨及小跌 10个交易日后鸿海股价就上涨了15% 那时我就说过了 这种和营运无关的资产减损 对鸿海的杀伤力不大 大家记得一件事 营运现金流才是能不能配息的关键 鸿海也是能把一间没有用的面板厂持续摆在那 然后说那间面板厂还值几百亿 打消面板厂资产 这就是把真实的价值反映到财报罢了 不然不赚钱的面板厂 设备 你用会计准则说它还值几百亿 那它就是能在会计上值几百亿 这种感觉就像你买了一台车 开了20年了 你当初花了300万买的 20年后如果你不报废 你也能嘴说你有300万车子的价值 但拿去真正的估价 可能就是只有3万 你想要把头埋在土中还是面对现实 都不会影响到你原来持有资产的真实价值 大家按赞并留言 AI未来8年产值1兆美元 光硬体就有5000亿美元 投资看的是大趋势 而不是一两季财报 夏普做重大资产减损不影响现金流 接下来几季鸿海应该也是会再继续的把获利做回来 这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一家公司如果有赚到足够多的营运现金流 反映出来的话 就不怕股东要求配息 说完夏普的影响后 接着来看鸿海接下来的展望 第二季及全年的AI伺服器 还是会很强劲的成长 鸿海说明年AI伺服器的营收成长的幅度会更大 这就是三大法人近两个多月买鸿海1000亿的原因 会去买到60几万张的量 绝对不可能单纯赌一季的财报 不会有这种事的 看的一定就是趋势 今天因叶达说自己的GB200生产线还没有建置好 鸿海则是说自己拥有足够大的资产 才能做到这么大的生意 加上鸿海全球都有工厂 所以可以满足客户全球交货 这就是我说的 鸿海在伺服器能有近一半的市场 在全球的工厂都已经布局好了 重点是鸿海有这么大的资产 才能去面对这么大的AI伺服器产值 不然客户向伪创或广达定格一照AI伺服器 他们是要去哪拿钱买土地 盖厂房 买设备 备料 处理周转金的应付及应收款 所以当初我说鸿海伺服器能有市占的五成 接下来才有可能吃到AI伺服器大部分的订单 鸿海这一次的法说会透露了自己在GB200的地位 然后一直强调易冷 交换机 机架 机板 还有鸿海是唯一能提供完整服务的公司 还说客户一开始怕不相容 所以会找有垂直整合的公司 很明显就是说鸿海一开始就是吃到大部分的订单 大量出货的时间应该是集中在明年 虽然大量出货在明年 但接下来几季AI伺服器的成长也是很强劲 所以明年鸿海的AI伺服器应该是很有看头 近来布局的三大法人 至少也是要等到明年鸿海大量出货时 才有可能获利了结 明年三大法人可以在持续观察鸿海大量出货后 是不是有拿到更多更大的案子 让AI伺服器维持强劲成长 如果还是能持续维持强劲成长 那三大法人也不会急着出货 鸿海业外合计亏42.42亿 当初我们说鸿海业外中的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入减财务成本大概能赚30到40亿左右 业外关联本来是赚10到20亿 所以大概就是50亿左右 那时说其他利益及损失 如果赚几十亿的话 那整个业外就会有近100亿的水准 这样就能有0.57元的贡献 最终是得到亏42.42亿 夏普如果是赔105亿 减少稳赚的30到40亿 那其他利益及损失可能就是赔个20到30亿 如果夏普不要任列105亿的重大资产减损的话 大概就是赚2.35元左右 这就是我说的 其他利益及损失这样不好会让鸿海的财报出现好 很好及非常好 很明显其他利益及损失第一季是亏钱了 所以加回夏普任列的105亿亏损 大概就是是2.35元 下一季其他利益及损失就会变好 夏普也不会再做重大资产减损 鸿海本业因为AI伺服器获利会明显提升 第二季出现意外的几率就会变比较小 第一季鸿海业外亏损的就是夏普这种重大资产减损 这不影响营运现金流 还有其他利益及损失 这项一整年下来会趋近于一个稳定值 也就是说某几季赔 某几季就会赚回来 这两项三大法人理论上应该是比较不会这么在乎 一些三大法人看的就是能持续的获利 也就是本业获利 就如我几天前说的 也许会有某一季出现财报意外 但是三大法人看的是大趋势 一季意外后 下个月营收一样是会年增 下一季的财报一样是会三绿三升 重点是接下来几年都是这样的情况 时间只要一拉长 这种一季的意外就会变得还好 去年第一季夏普做重大资产减损时 鸿海股价隔天下跌2.38% 股价收在102.5元 接着10个交易日鸿海股价就在102.103.5元之间整理 接着鸿海股价就上涨了15% 那时三大法人是偏空的 现在三大法人偏多 股票也在三大法人手上 我们就来看看三大法人看不看的 董夏普重大资产减损不影响 本业营运现金流这件事 正常来说 三大法人看的是未来公司能不能持续的 因为某个产品让公司营收及获利成长 他们要拿走未来20年的获利 他们比较注重的是大趋势 如果在乎的仅是一季多赚或少赚一元 那鸿海都已经涨了60几元了 如果单纯为了一季的几毛或一元 那股价早就超涨一堆了 所以大部分的法人看的就是未来能不能获利成长 他们会看到一个获利成长的顶部后 然后拿走公司最高获利的20年 例如看好鸿海今年能赚12元 明年赚14元 后年赚16元 大后年赚18元 大大后年赚20元 当他们还没有看到成长镜头时 他们就会持续的预设会持续获利 哪天获利从20元变19元时 他们就知道不会再获利 就把未来20年的获利拿走 也就是拿走380元 所以三大法人知道鸿海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及明年AI伺服器会强劲成长时 他们看的就是会之后的事 不会一直纠结已经打消的夏普面板厂 当初都是散户持有的鸿海 夏普打消200亿才下跌2.38% 接着才整理了10个交易日 现在是三大法人持有 难道三大法人程度会比散户差吗 我们就来观察一下夏普这件事 三大法人会让鸿海股价怎么反应 还有能持续多久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维持不了太久的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鸿海AI营收下半年及明营收大幅成长 二、软银采达GPU扩增AI算力至37倍 三、网路卖家被约于诈骗权过程 鸿海14日公布2024年第一季税后 纯益220.09亿元 年增72% 即减59% 今年第一季每股税后纯益 EPS为1.59元 去年同期EPS为0.93元 去年第四季EPS为3.83元 展望今年 鸿海表示 今年营运将优于去年 针对2024年第二季展望 鸿海表示 可望既增与年增 除了消费智能产品持平之外 其他包括云端网路产品 电脑终端产品 以及原件其他产品 都将强劲成长 至于2024年展望 将优于2023年 其中除了消费智能产品 以及电脑终端产品持平之外 云端网路产品 以及原件其他产品 都将强劲成长 鸿海本业如我们预期的 毛利率及盈利率都提升 第一季毛利率来到6.32% 比去年第一季毛利率 6.04%好0.28% 盈利率好0.01% 本业盈利赚367亿 本业表现毫无悬念 业外损失了42.42亿 之前我们说过 鸿海稳赚的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减财务成本 这一项能稳赚30到40亿 业外关联企业及合资 也能赚十几亿 业外要出现赔几十亿 一定就是要有一些 特别的事件发生才有可能 结果是夏普任列赔105亿 这和去年任列赔200亿是一样的 就是打消重大资产减损 不会影响到本业营运现金流 就是把大家都知道 不赚钱的面板厂 设备 商与等全部打消掉 股价会怎么走 去年已经有一次经验了 新闻说 夏普今年度业绩展望不如预期 借工厂改为AI资料中心 夏普周二公布 2025年度业绩展望不如市场所料 并宣布旗下面板事业借工厂停产 关系企业鸿海同日也表示 夏普最坏的时期已过 未来只会更好 鸿海表示 将坚定支持夏普 夏普不只是鸿海的长期伙伴 也是重要资产 夏普社长吴博勋表示 旗下面板事业借工厂 SDP将停产将改建为AI资料中心 夏普预测全年营业净利为100亿日元 不如蓬勃调查分析师所估的395.11日元 净利料为51日元 也不如分析师所估的283.8亿日元 销售净额料为2.1兆日元 序域分析师所估的2.46兆日元 夏普上级营业损失为167.5亿日元 分析师员估上有营业利益43.8亿日元 净损1520.01日元 比分析师员估近损86.7亿日元更严重 去年第一季夏普做了重大资产减损 把LED厂、面板厂、机器、设备、商誉打消掉 打消完后 红海持有夏普关联企业账面价值剩555.67亿 原本是有748.96亿 现在在打消105亿 第一季财报中 红海持有夏普的关联企业账面价值就剩下450亿 现在夏普把面板厂要改成AI资料中心 算是壮士断腕 大家看面板也说什么春宴要来了 说要涨价了 搞了老半天有打击群创还是一直赔钱 与其一直做面板赔钱 不如就把面板厂改成现在最热门 最赚钱的AI资料中心 夏普做的重大资产减损 单纯就是一口气把未来要做的折旧集摊提实现 未来就不用每一季的去折旧集摊提 等于就是长痛不如短痛 夏普想要赚钱 就是要减少每一季的支出 这两年把赔钱的面板厂直接打消掉 未来就不用再生产面板赔钱了 也不用每一季折旧集摊提 这对夏普接下来的营收是好事 所以鸿海才会说夏普最差的情况过去了 接下来会越来越好 来看一下刘董对夏普的看法 夏普最坏时间过去了 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14日表示 面对全球局势的变动和后疫情挑战 我们始终坚定支持夏普 帮助他寻找利基 突破困境 加速从亏损走向盈利 夏普最坏的时间过去了 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刘洋伟今天以夏普最大股东代表的身份 针对夏普中期经营方针发表录影致意 并做出以上表示 他说 他非常荣幸地以夏普最大股东代表的身份 来跟大家说明夏普在鸿海科技集团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他指出 夏普不仅是鸿海的长期合作伙伴 更是我们的重要资产 在市场非常挑战的这几年 鸿海始终与夏普同心协力 从去年7月开始 我每个月都会亲自到日本 待上一周 亲自地参与夏普在策略转型方面的讨论 并提出经营上的相关建议 直接与夏普的员工和管理层对话 这样的沟通 让我们能够清楚地掌握市场的变化 和及时地提出合适的对策 刘洋伟说 夏普独特的创新技术和百年的品牌 在全球市场上是非常少有的 从夏普CEO吴博勋刚才的报告中 我们了解到 大家最关心的借工厂将会得到积极处理 转型为AI数据中心 共同推动夏普实现轻资产化的目标 他指出 鸿海一直积极推动的三加三策略 三大产业和三大核心技术 我们将协助夏普载人 车 家 办公室的智慧产品融入这个策略 也会共同保卫AI科技革命的新机遇 他强调 鸿海的三大平台与夏普的品牌价值 将携手创造 一加一大于二的双赢局面 我们坚信 鸿海的全球战略与执行力 可以作为提供夏普走向成功的重要的推手 最后 刘洋卫说 对每一位关心夏普的投资人 以及媒体朋友们 我想说 鸿海会一直与夏普携手同行 我们将共同面对挑战 分享成果 一起见证夏普未来的辉煌 夏普之所以要再做一次的重大资产减算 目的应该是要朝向最火热及赚钱的AI方向 以目前面板的试况来说 面板常想要赚钱是遥遥无奇 面对每一剂大量的折旧 摊提费用 加上生产出来的面板还会小亏 这样的方向可能就不是刘洞想要的 以刘洞的想法来说 既然AI伺服器强劲成长 那不如就是朝向AI产业发展 鸿海全球在那盖产能 就让夏普也参与进来AI伺服器的强劲成长中 这是最快最有效让夏普赚钱的策略 不过就是需要把夏普面板厂剩余的价值全数打消 这样才能转型成AI资料中心 短期来说对鸿海获利有影响 但中长期来说夏普之后只要开始赚钱 那鸿海的业外关联企业及合资部分就能一直赚钱 如果不要一次打消 接下来几季 几年中 也是每一季都要认列各级一下普损失 重点是这样还看不到镜头 不如就是一次性的打消 转型成会赚钱的AI资料中心 也许几季内就能开始赚钱 而且也不需要大量的认列折旧及摊提费用 一个很关键的点在于 去年第一季红海赚0.93元 今年就算在认列夏普损失的105亿 还是能做到三绿三升 夏普这种一次性的亏损 一般三大法人应该是不会很在乎 反而看到夏普把面板厂换成了AI资料中心 这对夏普来说就是加分的 去年第一季红海认列夏普200亿的重大资产减损 那时我说这不会影响到红海的现金流及营收 后面红海就把获利赚回来了 第二季赚2.38元 第三季赚3.11元 第四季赚3.83元 红海之所以敢把2023年的获利做到10.25元 那是因为夏普打消的重大资产减损 那就是一些原本没什么用的资产 这和红海营运赚到的钱没关系 红海就算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把获利做高一点 这样还是能配出5.4元的股息 今年第一季也是一样的道理 夏普打消的重大资产减损 和红海营运现金流无关 去年开出夏普重大资产减损后 红海隔天股价是下跌了2.5元 接着平台整理了10个交易日 股价是完全没有再进一步下跌 之后股价就喷出大涨15% 去年被拐一次的散户 今年应该是没有这么傻又被拐一次 重点是去年股票没有在三大法人手上 他们就算知道 他们也不会去互盘及拉台 现在股票都在三大法人手上 他们一定也是知道夏普做了重大资产减损 是长痛不如短痛 然后把面板长转成AI数据中心 对三大法人来说就是利多来着 本来面板厂获利遥遥无奇 会持续的亏下去 现在直接打消 然后改成AI资料中心 接着就是发大财的方向 红海说接下来几年AI伺服器强劲成长 夏普只要往AI产业方向前进 一定就是能吃到商机及获利的 三大法人比较在意的是 红海接下来的AI伺服器展望 第二季云端网路强劲成长 电脑终端也强劲成长 原件及其他也强劲成长 红海手机AI伺服器营收成长200% 全年占比维持四成目标 针对市场最关注的AI伺服器营收占比 红海表示 云端网路产品收汇AI伺服器需求持续增强 第一季AI伺服器营收较去年同期增加近200% 占手机营收比重已将近四成 预计今年会一季比一季好 全年依旧维持四成目标 没有改变 至于全年表现 红海仍维持前次法收汇展望 预期AI将带动云端网路产品的强劲成长 原件及其他产品也会在集团优化产品组合的策略之下 预期呈现强劲成长 而全球的景气大致维持平稳 因此红海对今年既有资通讯产品保持比较中性的看法 预期消费智能产品 电脑终端产品这两项的需求将表现持平 第一季红海四大产品类别占比如下 消费智能占48% 云端网路占28% 电脑终端占18% 原件及其他占6% 很明显云端网路的占比提升了 红海的毛利率也从去年第一季的6.04%提升到6.32% 代表AI伺服器对于红海整体的毛利率是有实质的贡献的 接下来AI伺服器会越来越好 占比也会越来越高 毛利率自然就会越来越好 三大法人买了红海1000亿 他们不会仅是去赌一季的财报 他们看的是一个大趋势 也就是AI伺服器是不是能强劲成长 还有红海能拿下多少的AI伺服器订单 这才是三大法人最在乎的事 今天红海法说会有几个比较未来性的点 GB200红海接单模式的影响 Buy & Sell或Consign看客户选择 GPU模组跟基板有强大优势 后端也有将近四成式战略 新架构交换器 水冷系统都有复杂设计 很多客户希望在早期部件AI伺服器 会希望减少界面干扰 能够垂直整合的厂商会相对有利 新产品需要高速传输需求 本来红海在网通产品重要能力 也应用到AI伺服器里面 全球布局伺服器AI客户会考量生产基地 需要指定不同产品生产据点 未来GPU价值高 可以显见客户需要Buy & Sell的模式 唯有资产负债表强大公司 才有能力承担强大订单 所以我们乐见 可以创造更多价值 财务长就有提到我之前说的 代工是重资产行业 你没有这么大的资产 你怎么去买土地 盖厂房 买设备 备库存 应收及应付款 面对AI伺服器这么大的年付成长 资产够大的人 才有可能拿到这么大的订单 还有另一个点 红海全球都有工厂 可以配合客户在全球各地生产 这也是我之前和大家说的 红海伺服器是占尽五成 红海已经有做过这么大的生意了 换成AI伺服器 红海一样也是能吃下这么大的市场 加上红海赚10.25元配出5.4元 广达市赚10.29元配出9元 红海保留这么大的资产在手上 这样才有可能吃下够大的AI伺服器 红海今天说到8年后 AI营收会有一兆美元 光硬体就能有一半 所以就是16兆 这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有法人问红海今年AI伺服器 是不是能有营收的10% 还有问是不是明年就有一兆营收 正常来说红海怎么可能回应他们 其实也不用急着在一两年就看到多少的营收 反正趋势就摆在那 红海又是最有竞争力的 规模也是最大的 这些营收迟早都是会被红海吃下 明年一兆元或是后年一兆元 这对我们来说都一样 我们要的就是长期红海能吃到大部分的AI伺服器 让红海的营收及获利成长 新闻说 软银扩增AI散力至37倍 才回答Blackwell GPU 日本电信商软银计划砸下1500亿日元 扩增AI散力基础设施 将采用回答 NVIDIA 最新的Blackwell架构GPU 目标将AI散力扩增至现行的约37倍 而日本政府将对软银上述AI散力扩增计划 最高补助421亿日元 软银时日宣布 为了进一步扩增AI散力基础设施 将在2024到2025年度期间投资约1500亿日元 于日本国内数割据点建置新的AI散力基础设施 而上述AI散力扩增计划 将获得日本经济产业省最高421亿日元的补助 软银已在2023年投资约200亿日元建置AI散力基础设施 并已开始运转 当时获得日本政府最高53亿日元补助 此次为软银第二度获得补助 目前软银自公司SB Intuitions 正利用上述算力研发日语专用的国产大型语言模型 LLM 且对日本国内企业研究机构提供服务 软银指出 此次计划新建制的AI散力基础设施 将采用包含最新款Blackwell架构GPU 在内的辉达加速运算平台 而软银也将成为全球最早导入NVIDIA DGX SuperPod平台 搭载DGXB200系统的企业之一 软银指出 包含DGXB200系统在内 此次新建制的AI散力基础设施 整体散力将达25FLOPS 届时软银整体散力将达现行 0.7FLOPS的约37倍 今后SB Intuition将利用这些散力 目标在2024年度内完成具备3900一个参数的LLM 且将着手研发参数规模达约1兆个的LLM 并将对日本国内企业、研究机构提供服务 日媒报道 日本经济产业省正致力于扩增研发生 城市AI所必须的散力基础设施 日前已决定对KDDI、Sekora等企业提供补助 据金蝉生指出 借由一连串的援助 预估将能够实现日本政府所定下的目标 2027年度末 2028年3月底 日本国内AI散力扩增至60FLOPS 日本数位基础设施服务供应商Sekora 4月19日宣布 获得日本政府补助金 将强化生成是AI用云端服务高火力 计划将高火力搭载的GPU数量 扩增至原先计划的5倍 将搭载约1万颗GPU 其中包括了辉达在3月发表的最新NVIDIA HXB200系统 目标在2028年3月底之前建构出 拥有18.9FLOPS算力的大规模云端基础设施 日本电子情报技术产业协会 JIA 2023年12月21日公布预估报告指出 随着应用程式急速普及 加上来自专业领域的需求扩大 带动生成是AI试用斜线应用范围将逐步扩散 预估自2023年以后 全球生成是AI市场规模 需求额将以年平均成长53.3%的速度呈现扩大 2030年将急速成长至2110亿美元 将达2023年 预估106亿美元的约20倍水准 其中2030年日本生成是AI市场预估将扩大至1兆774亿日元 将达2023年1188亿日元的15倍水准 年均成长率达47.2% 今天台股算是一个大赌场 海运的波动幅度都将近10% 成交量也是非常的惊人 长荣成交量164370张 波动10.21% 万海成交量3080790张 波动10.12% 杨明成交483555张 波动9% 其中万海今天还收下跌2.42% 算是出货出的很明显的 一早笔电及电脑股也是出现比较夸张的上涨 例如人保 红旗 华硕 英烈达 和硕 后面都是冲高后跌落 人保最高波动 波动4.65% 最终上涨2.32% 英烈达波动4.57% 最终上涨3.87% 微星波动4.55% 最终上涨2.43% 红海波动4.12% 最终上涨1.47% 核硕波动3.52% 最终上涨1.6% 今天主力在笔电及电脑类股玩到AI概念股 在玩到海运股 AI概念股最火热的还是红海 成交量来到123839张 不过今天红海下午要开财报 所以上涨后股价容易被卖下来 毕竟股价上涨了 有一些散户就觉得不用赌财报好就能先卖一趟 今天台股成交到4692亿 算是短线交易很热络的情况 也是有可能指数要攻21000点 所以开始群魔乱舞 大家在投资的路上 有我帮大家看基本面 产业面及健全自我心理面后 你在股市中赚钱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过我发觉最近有一些投资红海的网友 在现实生活中被诈骗了 所以大家平常还是要吸收一些别人的教训 不然在股市中赚到钱 结果又在现实生活中被骗光 那真的就是得不偿失了 一般被诈骗网友分享表情符号 不高兴2024年5月10日我被诈骗了 我被诈骗了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是个聪明激烈的人 不贪财不好色不读不读 脚踏实地认真工作存钱 没想到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而且还成功了 利用这篇文章来整理一下情绪 面对问题 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才能与无知的自己和解 我在Factbook Marketplace上 刊登一件我要卖的二手商品 上架没多久就有个买家表示 他的嫂嫂有兴趣购买 请我加他的LINE传照片给他 他想看商品的细节 看完照片后表示很满意 但人在花莲无法和我面交 请我使用小七的卖货便 他在上面跟我下单转账 既安全又方便 我并没有使用过卖货便 稍微了解运作方式之后 也觉得似乎没什么问题 于是就答应了 开通了账号 将商品上架 并且将商品连接传给他 到这边一切都正常 隔天 买家跟我说 我按了付款结账后 发现订单被冻结了 我刚刚问了客服 他们说你的卖场没有签署 诚信交易 你去问一下该怎么签署 签署完就可以下单了 我之前也有遇过 随后贴上 卖货便的LINE官方账号 当然是假的 但当下我也没有怀疑 就直接加入了 想说现在诈骗这么多 做诚信交易签署似乎也很合理 确认卖家的身份吗 OK 接下来假的卖货便官网 开始跟我确认身份 丢了一些条款 以下是他们丢的内容 经查询何时 由于您的卖场上 未重新认证签署 诚信交易 未保障买卖双方交易安全 系统将此订单冻结 请先暂停使用卖场 避免买家重复 还错字 下单 造成卖场安全等级下降 及卖场停权 请先及时完成认证签署 避免影响您卖场权限 认证 诚信交易 以全权授权委托金融机构 进行认证签署 请问现在是否立即认证签署 诚信交易 切结书 严正声明 请认证阅读 平台授权金融机构认证 诚信交易 会连线确认是否卖场本人 进行认证 认证签署完成 即可恢复卖场正常交易 如因个人原因 无法及时完成认证签署 为了保障交易安全性 平台将对未完成认证签署的 卖场关闭交易权限 及限制您账户交易 请提供绑定的银行机构名称 无需提供账号 这便为您提交办理 例如 玉山银行 国泰市华 中国信托 邮局 诅 为了更快捷完成认证签署 请提供有在正常使用的银行机构 这时我回答了银行名称 接着官网又说 这便已为您提交申请审核 请使用LINE搜寻银行官方LINEID 6282A点及智能客服 告知办理 诚信交易协议 及有专员协助您完成认证部分 按照ID搜寻 出现了银行的官方账号 加入好友后 还会出现欢迎讯息 不得不说真的超像 想到我到现在都还没察觉 这一切都是假的 随着指示操作 告知办理 诚信交易协议 接着就传来的一个客服好友连结 加入后马上就有人打乱过来了 以下是我们通话的内容 是我凭记忆尽量还原出来的 您好 毕信周 很高兴为您服务 这边看到你要办理线上签署诚信交易协议 请问正确吗 好的 以下的通话内容将会保持录音 先跟您核对身份 请问你的身份证号码是 好的 确认没有问题 接下来请你帮我打开你的网营 由于我们要办理的是线上签署 所以必须要有一些往来上的操作 以取代签署的动作 请你先按转账 转出账号请选择末三码 XXX的账号 转入账号请填入你的身份证 金额请填随机认证码XXXXX 帮我按确定 稍后你会看到转账失败 没关系 这是正常的 金额会立即返孩 不用担心 刚开始叫我点 转账 使我有起一点疑心 想说哪有这种签署方式 但看到转入账号填一个 不可能是账号的数字 一定会失败啊 好吧 或许真的是这样验证的吧 之后客服接着说 谢谢您的配合 为了防止诈骗 我们现在采取双重认证 在您刚刚的操作后 系统产生一段条码 但因为我们做的是线上签署 你扫不到这个条码 所以必须请你输入条码下方的数字 再认证一次 请你选择刚刚的转出账号 接着请您再转入账号这边 输入以下这段数字 金额请你帮我打认证码XXXX 现在回想起来 问题就是在这里 其实那一串根本不是什么数字条码 根本就是它的账号 而金额04XXXXX 根本也不是认证码 零会直接忽略 变成4万多元 其实就是网银的单笔上限 这一个操作转出去之后 当然是没有回来了 直接转账成功 咦 这笔直接成功了 怎么没有反孩 咦 是这样吗 可能系统显示错误 不然请你再帮我试一次 请您放心 这只是一段条码 不可能会有资金的流动的 接下来请你再选择刚刚的账号 然后转入账号再请你帮我打 以下省略 当然 这一笔出去了还是没有回来 我就问了 为什么又转账成功 这样不对 这是诈骗 怎么会是诈骗呢 我在帮您解决问题 而且是您主动联络我的对吧 我没有强迫你哦 我帮您查一下 可能刚刚系统有出错 还有另一种方法 可以用LinePay来认证 请你打开你的LinePay 点选iPassMoney 告诉我你的ID是什么 我还真的告诉他了 接下来我们会帮你重新设定 请你先登出网营 稍后看到一些推波通知是正常的 代表系统在运作 当我一登出 马上就跳出二笔出账通知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完了 不知道他在哪个程序中搜集到我的一卡通资料 然后直接按处值 然后马上再从一卡通提领到那个数字条码 这一串操作在三分钟之内完成 当下我能做的就是马上挂掉电话 冲到银行林柜 请他们看看能不能帮我拦截这些交易 然后报警 事发后心情很复杂 想到这些钱心很痛 毕竟可以用这些钱做很多事情 但钱再赚就好了 随之而来的是自责 懊悔 自我否定 一直不停地检讨自己为何会上当 一天到晚笑别人笨 想都没想过那个笨蛋原来是自己 或许就是因为对网营的操作过度自信吧 面对一套很熟悉的克服术语 让我真的以为我正在操作那个我熟悉的转账 最后提醒大家 网络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易疑虑使用面交 只要讲到什么不熟悉的操作方式疑虑拒绝 在不熟悉的状况之下 可能从第一步就掉入圈套了 不要相信自己可以判断真伪 因为真 的 很 像 我这一套接触到的克服 官方账号 官方账号的欢迎讯息 可以跳转到真正官网网页的选单 以假乱真 当然冷静后还是找得到一些破绽 但当时真的没想到 操作网银就是诈骗 不可能有这种操作 不止买家会遇上诈骗 卖家也会 不要以为钱还没收到不出货就没事了 事情都发生了 我想这笔钱拿回来的几率应该是很低了 既然发生了 那就让这笔钱发挥它一些价值吧 用这笔钱买到的经验 提醒可能会遇到的人 不要像我一样上当了 能就一个是一个 欢迎分享 2024年5月12日新增 没想到这篇真的扩散出去了 也不是说没想到 我是真心很想让这篇红 总之 看到网友踊跃分享提醒身边的人 让我对人性还保有一线希望 其实好人还是很多的 这一天的时间接到了很多的私讯 内容包含了 有人跟我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 但是因为自责 觉得丢脸而不敢说 甚至也没报警 所以没有人知道 在心里闷了好久好久 直到现在才跳出来一吐怨气 有人跟我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 但真的搞不懂这个流程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跟我讨论一些过程细节 想厘清是否有自安的疑虑 有人跟我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 但是是正在发生 还没完成 觉得疑惑时刚好看到我的文章而直接封锁对方 看到这些讯息真的很开心 社群网路完全展现了他的强大之处 付出得到了一些回报 心情也比较释怀了 对了 我在补充一些本文中没有提到的细节 请大家留意 现在的人其实对于来路不明的连结 已经非常敏感 相信传来的连结应该八成的人不会点 但我收到的是LINE的联络资讯 直觉就直接给他点下去了 工作时这种LINE内的明天一天到晚转来转去 真的是毫无防备 当你在学习一件新事物时 真的是对方讲什么都会信 因为对卖货变不熟 所以才会中了圈套 在这种状况的人类很脆弱 记得停看厅 随时上网Google求证 关于iPassMoney这一段的描述有点不清楚 因为我自己也搞不懂 但今晚似乎搞懂了 其实就是歹徒从头到尾都在笔记你的个资 从一开始的核对身份就取得了你的身份证字号 手机号码和email 在玩转账游戏时就取得了你的银行账号 最后再给他一个LINE ID 也就是我最后给的那个 看起来分开给没事 但当他拿到这所有资讯后 就可以直接用重新注册把你拆掉了 写到这又活起来 我怎么跟智障一样全都给了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红海操作篇 来第一排 摇滚区的观众朋友拿出你的热情 红海三百 三百红海 三百红海 摇滚区的朋友们 拿出你的热情来 红海三百 红海三百 红海三百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 集团